我之前跟我前男友住在外面住的時候想起一件事還是很毛 我們的房間號碼是408 但以前是404 不知道什麼原因改變 我進去一個月左右 電腦的鍵盤時常會傳來有人來按的聲音 那邊是沒有人的 廁所或門常常會傳來開門聲的門是關著 我前男友單獨在家時有突然被摸的感覺 在打電腦的時候 會覺得有視線在看你 有一天讓我印象很深刻 我跟我前男友講完電話 我打給我朋友 希望他不要逛 但當我眼睛閉上時還不到10秒 房間門傳來一陣刮門聲 是從門裡傳來的 還有我在跟我朋友講電話時 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電視沒開 電腦也沒聲音 我朋友說話到一半的時候 說你家有人喔 怎麼那麼的吵 還有大一國文課時老師剛好上到 莊子欺死 繪子吊子 莊子哲方奇聚 骨盆兒歌 然後出了一個功課給我們 要我們寫一副遺書 快寫完的時候 房間門口那邊憑空傳出來 痛 重物掉地上的聲音 看那邊是沒東西的 我自己是不知道 我看你這些照片 我覺得 還蠻溫馨的啊 但是我幫你詢問了一下 他說你這個地方的格局 叫做 好像就是門對門窗對窗吧 這樣子人的陽氣會不容易聚集 很容易有那些東西在這裡徘徊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今天剛好看到這個網友提供的 他的親身的靈異故事 我就想到 台北也有一間國宅 他是非常具有靈異色彩 這20年來呢 有超過30個人在那裡喪命 燒嘆暴斃 甚至是跳樓的人也不在話下 因此呢 也吸引各大大小小的靈異節目 甚至還有電影群裡面拍攝 其中就有一位在這個大樓頂樓 準備要跳樓輕生 卻及時被警員救起的女子 他這樣子說道 我原本在陪我等男朋友買球鞋 就在男朋友試穿的當下 我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牽引過去 不知不覺就走到了這裡 搭上電梯來到了頂樓 正當我爬上女兒牆往下看的時候 發現很多人在下面不停地對我招手 對 就是看到這一段新聞之後呢 我想到 在我小時候有一個教會的教友 他曾經住屋在這個地方 有遇到一些事情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名字叫做美琴 是一名護士 你們可以看到這裡是一間小套房 牆壁的土漆呢 偏向淺咖啡 整體來說是一個非常典雅 非常舒適的小套房 美琴第一天剛辦進去的時候覺得 哇 真是賺到了 價格這麼的欸齁 不只送家具還幫我裝潢過 賺到了賺到了 他抱著愉悅的心情 快樂地結束了他第一天的夜晚 但是從南部上來的他並沒有仔細地打聽 原來這是一棟街坊鄰居們口耳相傳 只要住進去不是運勢不好 不然就是得怪病 甚至是會喪命的一棟恐怖的熊仔 時間來到第二天的早上 看似一切都很正常 他吃了早餐出了門 想做成全新的外族生活 精神滿滿的要去醫院上班的時候 卻意外地發現了 欸 奇怪 這個冰箱門怎麼被打開啦 我連插頭都沒有插上 不會去隨便地動它啊 美琴心想可能是冰箱太老舊了 所以就沒有多想得出門上班了 到了晚上 美琴下了班 回到他那很愛好的住屋處 洗個澡後便躺在床上 準備讀他每天都會看佛經 床底下突然傳來一陣塑膠紙被撥弄的聲音 美琴好奇的起人聲 探頭往床底下一看 哦 原來有個塑膠袋啊 他就順手把它拿了起來 放到旁邊的桌子上 便繼續地念著他的佛經 床底下又傳來一陣塑膠紙的聲音 欸 奇怪 我剛剛看床底下不是沒東西了嗎 美琴心裡邊想 便往床底下再次的探頭 對啊 的確是空的啊 可能是我史蒂諾斯吃太多了吧 平常就有在吃著安美奧的美琴 她心裡想可能是產生了副作用吧 繼續地念著佛經 度過了第二天的晚上 第三天 美琴下了班 再度地回到了住屋處 順手把剛買的珍珠奶茶放到桌上 洗個澡後便開始上床讀她的佛經 桌子那一頭傳來一陣杯子搖晃的聲音 美琴心想 今天風也不大 何況這兩天連隻螞蟻都沒看過 更別說是老鼠了 所以 心裡當然就往靈異的方向想去 就開始覺得毛毛的 她便把佛經放得更大聲了一點 想要逼自己無視於這一切 隨即無量獨佛只為心靠 傳來一陣更大聲的杯子搖晃聲 好像在抗議著什麼事的 美琴這個時候嚇傻了 趕快衝出家中打給她的男朋友 告訴了她一切事情的經過 喂 美琴 你別擔心 今天你先來我家睡 明晚下班 我去接你 再陪你去你家看一看 好嗎 美琴聽完男朋友的安慰 我乾淨把東西收了收 搭車去男朋友家寄住一宿 隔天下了班 男朋友依照約定 去醫院接了美琴 陪她回她的租屋處看一看 欸 美琴 你的房子蠻溫馨的啊 感覺一切也都很正常啊 應該是你 藥吃太多了啦 別擔心 你今天先停藥 如果你停藥之後 還有發生什麼狀況的話 馬上打給我 好嗎 我都在 美琴聽完覺得安心許多 乖乖的聽男朋友的話 把今天該吃的藥停了 並目送男朋友離去 時間很快得到了 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美琴一如往常的拿起了她的佛經 順利的把佛經讀完之後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果然 是我前幾天的藥在走啊 美琴嘴巴邊低估 邊順手把房間的燈灌上 準備睡一個香甜的大瞳覺 傳來一個拍打桌子的聲響 美琴這個時候被驚醒 趕緊的伸手把燈打開 心想 完了 完了 真的 真的遇到了 這一次這麼大聲 不可能是我的幻覺啊 這一次傳來一個更大聲的聲響 美琴這時心裡只有一個念頭 趕緊往門外衝 打給男朋友 正當她馬上要起身的時候 她發現整個身體 像每一個重重的石頭壓住一樣 完全動彈不得 美琴這時趕緊閉上眼睛 嘴巴邊念 這時拍打聲停了 咦 沒聲音了 美琴邊低估著邊心想 該不會是剛剛的佛經起作用了吧 正當她這樣在想的時候 突然在她耳邊傳來一陣 嘴巴邊嗚巴邊哩 像是怪物般的 欺利嗜好 伴隨著美琴的尖叫聲 結束了 這一個夜晚 對整個故事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這也是一個真實 我們教會的教友她發生的故事 那至於後續呢 她就說她聯絡房東說要退租 就那個房東還回答說 他要活著沒有生病 就算運氣不錯了 至於美琴呢 他之後也是說 信了基督教之後 就再也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了 所以剛好這個點 我也蠻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假設世界上真的有鬼 這個東西的存在 就是會不會有依照地區而分成 西洋鬼跟亞洲鬼 通常信台灣那種道教佛教的人 因為他們平時都會超度亡靈嘛 祭拜祖先啊 行善 做一些幫助好兄弟的儀式 反正是台灣的基督教 比較少會去接觸到這些路邊的好兄弟 所以反而跟那些好兄弟比較沒有牽連 就比較不會遇得到 我也常常都聽到 會看得到會遇得到 好像都是佛道教的居多嘛 反倒是在歐美的基督教 比較容易會遇到這些超自然的事情 這也是我聽人家說 也是我自己覺得 欸 好像只有這麼一點道理 不過這些都是 假設世界上的靈體狀況下啊 不曉得大家是怎麼樣認為的呢 OK 那我今天講鬼故事的影片就到這啊 如果喜歡音樂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大家的喜歡 謝謝大家的支持王狗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各位好玩一下 我最近呢 上網找一些奇怪的東西 結果 好像這種 就是有被詛咒過的娃娃 然後說他已經被 寄過兩個家庭了 然後那個家庭都出過室 甚至還有這種 恐怖的盒子 說是惡靈盒子 而且這種娃娃還不只一個 有沒有 超級奇怪的 這應該就是泰國的什麼 我不確定啦 是不是鷹牌什麼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上面呢 買了一些被詛咒的娃娃跟盒子 那各位 各位 我們期待一下 bye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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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